这时刻的第六章 偷窥第二阴的时刻 我听起第二阴话说 你来 就令我有一批背出来 是眼的 有关柄和那些驾未 偷窥队阳着太平 和人逼出沙台 各有直备 各有直夷大多数和人 所以也很简单 第二个人现开 我们说在一个保祖真书中 有一本书馆 书馆一本书馆 不过七个人应该放到温温 放到百满 这是重要的问题 所以原来没办法开 没人会偷开 天上对面就没人会偷开这个人 所以我们的记忆要跟大好 为什么好 我们说因为他没办法完全做 给他的书名 做给他的书名 就是你将来必定的书 这样子记下来 不过这本书馆来面 来我都生你 生将来的书 没办法显开 没办法偷开 要知道来生你 所以书名没有完全大好 因为罗中有一个书馆说不必好 比他的书馆 就是书馆说 可以偷开这个书 可以偷开这次的书 所以亦馆偷偷一个书出来 记得是什么色的书 白色的书 他的书馆是书馆的书馆 是书馆的书馆 减 还是无字 我们说有减无字 打钱打不起来 所以就是亚索地 甘拉山的书馆 马太后院立四周 甘拉山的书馆说 路云馆在书馆 还没够的时候 打钱有打钱 跟打钱的书馆 书馆常常打不起来 所以 头一阴 如果 跟亚索所说的 甘拉山的书馆 有 有符合 有符合 所以现在来到第二阴的时候 我们看第二阴 第二阴 我听起第二阴谷说 我们的基地阴谷是一堆 体验 第二阴谷 第二阴谷是有四阴谷 就是四的体验 这四的体验中间第二阴谷 历来 他叫书馆来 就另外一片白买出来 看到 这个现开的第二阴 书馆在书馆中 看到一片 一片 红枚出来了 红枚出来了 有冠冰 让那些书馆的 让他在阴谷 从太平 从平安 从好兵唱起 好兵唱起就是 大家在书馆 彼此三台 够一支大刀来书馆 大刀是表示这个人 用母气 就是用这种各种母气 来书馆他 让他在阴谷 来书馆太平 但是我们在阴谷 彼此 我们就会合 祝亚馆在马太好音 入四周 所说的 咖喱山的武言 马太好音 入四周 亚馆在咖喱山 咖喱山 因为免得有人买客 因为将来有一些人 要不抹我的名字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买客很多人 第六周 你们如果要听起 打钱和打钱的方式 总不必怕 因为这个书是比较有的 只是路买机也不够 买机也不够 第七十 北城要说八城 国要说八国 民 民要说八民 国要说八国 现在这两句话 刚刚映荏山 映荏山我们所探的 一只红枝出来了 有一个大堂来 让这个乞红枝 有一个大堂 寻给他 他要穿去太平 所以当时 穿去太平就是让人 让八时打八时 让国打国 这样就没有太平了 所以我们照我们的鬼石 当然我已经说过 鬼石开始了 有很多角度 我们所用的角度是五元 我们还配合 甘荏山的五元 像这个印 是白白 直接白白出来 它的现象是有惊无痴 所以有惊无痴 打钱打不出来 亚索在马产学 摁二十四周的甘荏山的五元说 那个时候有打钱跟打钱的方向 所以当时 当时是符合 第二个印象是这样的 白白出来 这样白白 有大堂寻给他 要去太平 让人逼出三台 既然逼出三台 当时亚索在马产学 十四周第七十的顶半段说 民 共怕民 八十 共怕八十 国 共怕国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第二印的政行 再说一次 第一印的 才白白出来 有惊无痴 刚刚是亚索说的 有惊无痴 没办法打钱 是打钱跟打钱的方向 第二印是黄白 黄白出来的 那是买买的 一支大堂寻给他 要唱去太平 让人逼出三台 当时 亚索在马产学院二十四周 刚才有言说的 在六月级要搞以前 八十 要打八十 国要说八十 亚索说总是不能怕 这一刻是要有的 总是六月级还没搞 所以今天 我们这一顿来想 今天有九战和九战的方向 没有 有 今天有八十 怕八十国 港怕国 没有 有 今天有八十七战的问题 最后就要告诉你 当时政府管一家 如果没有公平来管 像这些国家有很多人 如果特别去关心这些人 辜略另外一种 还是另外一种的人 八十就在那儿完结了 八十 怕八十 所以国 恐怕国家比较多 国家比较常常听到 所以我们照样看 第一印显开了吗 显开了 第二印显开了吗 显开了吗 第二印也显开了 因为看到了嘛 看到了显开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再看第三印 显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起第三印说 你来 我就观看 看起有一个蚂蚓 站在美顶的 手来提到天顶 天顶就是蚂蚓 我听起 在四蚂蚓的中间 亲像有声音说 一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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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探它的 一钩一钩一鱼 一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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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钩一鱼 二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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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四钩二 per 三钩一钩三三 antibody 有急救五汤灶沓 头一匹是鼻味 第二匹是黄味 第三匹是鹅味 站在北上手提到天兵 天兵都是钱 所以手提天兵 那是目搜教也不是提钱 目搜提什么 目搜提圣经 那是老君呢 老君提那些 听党 所以提钱兵就是生理人 生理人提钱 这个表示经济 做生理经济的问题 所以头一匹是说 提金无资 所以提金无资 就打钱打不起来 就是高钱和高钱的方向 第二匹是提大都 唱去太平 所以就是八十打八十 国公打国 这阵呢 就是这个提琴 原来我听到四五米中 曾经有声音讲 一支云 买一支云 那你过世是 讨厌没用于明北 我跟我们赶紧 过世圣经的神师都说 一支云是一个人做工 这个工人 普通工人做工 一律的工资 一支云 我们今天来想就是 一个人做工一律 贪一百块 一百块 买一斤的买 一斤的买 就是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吃饭 所以我做工 在做一律的工资 譬如说一百块 这位可以让我自己吃饭 你如果说 我的家庭 我的太太 我的女孩 我三个人要知道吗 好 一支云 就是说你一律的工 可以买三斤 三个人 你就不可以买买 大米 大米 比较糟 吃到糟糕 没那么好吃 所以 一做工呢 你要让三个人吃饭 你就不可以吃 比较好的东西 不可以吃饭 你就吃大米 意思是直接跟我们说什么 东西很贵 东西很贵 一碟 让我们看到东西贵是什么呢 他说油和酒不可以吃饭 到底油和酒是什么 以前圣经 三圣经的时代 油和酒是什么 油 油和酒做油 跟我们说什么 油要真贵 油和酒不可以吃饭 只要我们今天华底 今天的时代 我们就知道 东西很贵 这边一碗米三个人 五个人 这边一碗米三口 五个人 很普通 你说没有 这是大开始什么 较高级的餐厅 不是 普通的吃店 已经是三口 四口 五个人 所以东西很贵 所以油和酒不可以吃饭 油更贵 早时说要死 要死就死咯 这准要死就要死 有个人 就要辽 就要辽 辽几十万 辽几十万才死 所以油真贵 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 手挂到 手挂到 上上那楼棍楼 老火得厉害 大一年 第二日 哇 以后会千几块 一年 手挂到千几块 那时候 我们手挂到 双双的 十十万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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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青菜 炒牙 大大的 那样子 当然 当年那时候油又不够 不管是真实 去看我们的 也不过是 看医生也不过是 几十块 以前是几块 后来几十块 这几块 几乎一年就几千块 油 夹酒 五汤糟铁 我们已经来到第三印 现开的时代了 所以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问一下 这几十三印 头开了没 现开了没 已经现开了 所以 因为我们配合 亚索所说的 亚索再用说的 我们来看 咱们双双的五言 亚索说 这较有既婚 给我们桌上看 马太学院二十四周 第七集 百事买拍百事 国买港拍国 幸福第三印就是 最最所在有什么 既婚 既婚不怕只跪 既婚不怕只跪 但是亚索跟你说 这都是 灾难的乞讨 这都是灾难的乞讨 罗买基亚未教 这是亚索说的 好 第三有这条欧买 一斤云 买一斤买 一斤云买三斤买 由 甲酒不肯走贪 亚索在甘拉山的五言 马太学院二十四周 他说 多多所在的既婚 所以你这样配搭 这样一样 作丁来看 两所在圣经 一个所在是亚索的语言 一个所在是亚索 透过那本窃 里面所说的 修详修详 差不多修详修详 所以我们说第三人 书是上 我们今天六经历历了 今天油到酒店是五通早餐 油很贵 东西也很贵 所以第三人书是上 已经透过了 我也是说 这是灾难的乞讨 路不急又不够 但我们 对习识修 让我们对有一个世代的 叫做世代的 世代感 让我们好像有一种世代意识 我们今天是 我的圣经五言 永远的世代 我们今天已经 华底圣经的五言 渐渐永远的世代 让我们惊醒 让我们国家惊醒 那么我们主要是 有人在那边 我们先说 没有一个视野 修讨修说